凤九胆战兴兴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用一根指头轻轻地试验了一下着火麒麟的毛 又瞬间将手缩回去 东华帝君笑着摸了摸凤九的脸 随后用手抚摸着火麒麟的毛 看着他 似乎在与他对话 但东华帝君口中却无疑字 东华帝君站起身 牵着凤九退后到一旁 满意地看着火麒麟 少晚此时一事忍无可忍 道 敦华 我就没见过你这父母样 冲着小九九就像宠自己的女儿一样 少晚翻着白眼说道 东华帝君听了 则是平静地看了一眼少晚 道 我家小白本来就还小 说起来 你也是与他爷爷一般大的年纪 东华帝君果然是人狠话不多 句句切中要害 比如刚才这席话 平日提起凤九的爷爷 他们都是称呼白子或是胡弟 今日为了提醒少晚同几位在场的洪荒尊神一样 年纪都差不多 特意说成凤九的爷爷 果然 少晚听了东华的话 顿狠狠地哼为一声 不再说话 折言见状 无奈地说 你们也是几十万年的神仙 怎么还像滚滚和阿里一样 如此乐于嘴上功夫 凤九看着众人这般轻松 心下也逐渐放松下矮 白针盯着火麒麟 道 可以开始了吧 随后看着众人 众位神仙这才纷纷走向东华一边 只留下了吃吻 吃吻看着火麒麟 自己则是先行退到了一边 带着火麒麟将雪魄融化 自己则用雪魄融化之水融入四海八荒 翠寒震变阔 众人只见那火麒麟站在雪魄前 积蓄全身的力量 张大嘴巴朝着雪魄喷出麒麟火 那火光赤热滚烫 东华地君几乎在与火麒麟喷火的同时画出两个紫色仙杖 一个赵主身边众位神仙 另一个则落在了吃吻身上 这仙杖可以抵抗麒麟火的威力 让尽在身边的人免受麒麟火的伤害 仙杖之外 火麒麟不断加深麒麟火的伙食 那冰蓝色的雪魄颜色正一点点的变淡 随即又以极其微妙地转变化作了一滴滴水 吃吻瞧见水滴 手一挥 东华地君保护他的仙杖便消失了 吃吻往前走了两步 瞬间感受到了麒麟火的威力 来不及遮挡 吃吻立即是法将那雪魄一点点融化的水接住 就这样 吃吻一边受到麒麟火的伤害 一遍又不断催动法术融纳雪魄之水 没多久 吃吻便以大汗淋漓 一众神仙在仙杖中皆为吃吻捏了一把汗 大约半柱香的功夫 雪魄完全融化 吃吻将雪魄融化之水尽数收集 方才收起法术 虚弱地忍不住亮呛一下 众位尊神连忙走上前 东华地君更是赶在凤九伸手搀扶吃吻之前 率先伸出手扶住了吃吻 损食 妖界之外的神族四海八荒 以及凡间飘飘洒洒的大雪 终于止住了 阳光似乎也更加热烈了一些 但万物还是被冰封着 没有什么改善 灵虚高傲地屁腻着这时间 回头看了看妖界的方向 道兄长啊兄长 为了这与你交集几天的四海八荒 值得嘛 说吧 灵虚便消失了 吃吻被大家扶着稍作休息后 看着东华地君道 地君 走吧 众人自然明白吃吻的意思 于是一行人前前后后走向了洞外 而东华地君头也不回地甩了一把袖子 那火麒麟就消失不见了 众人来到两条道的岔路口 吃吻唤大家停下 道 我觉得这幽蓝色有些奇怪 我们去看看 折颜扶着吃吻 率先转身朝这幽蓝洞走去 墨渊少婉等人则是紧随其后 弯弯曲曲 几经辗转 折颜都忍不住说道 这妖界的妖君还真是久屈回肠 就连是几个山洞都这么曲折 吃吻听了折颜的话 道 此人从小就心术不正 依我看 这曲折的路倒是很像他的心 吃吻画壁 几个就来到了幽蓝洞中心 只见洞中昏暗无比 只有隐隐约约一丝幽蓝色的光 东华地君和墨渊上神走上前 看着这幽蓝光芒又互相看了彼此一眼 两人对视 彼此心中便对这幽蓝光有了一番了解 但二人默契的一句也没说 反倒是催着众人出这山洞 折颜少晚两人同东华墨渊 从洪荒时期就一直朝夕相处并肩作战 自然明白东华与墨渊两人这一反常举动的深意 二人不多说什么 率先走向洞口 可这几位上神哪一个是笨的呢 吃吻画一字小便对龙族了解 吃吻更是拥有祖龙的几成修为 自然能在这幽暗的山洞中 秀出灵虚的气味 白针素日 除了爱打磨发簪之外 因整日和哲言混在一起 又怎么能看不出哲言的反常呢 且朝夕相处间听哲言说了不少上古的事情 自然也是明白 其中一定有什么玄妙莫测没有被说出来 至于凤九 虽然年纪最小 可也自飞升上身之后 聪明才智更是一同飞升 且东华帝今向来高冷不爱讲话 如今却催着众人出取 这是其一 其二 东华与墨渊战神一同看了这幽蓝光 却没有给大家分析 反而互相对视一眼 这也能说明此事并不简单 而就在大家往洞口走的过程中 齿吻身上却突然红光大作 那通红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山洞 众人见这一幕 纷纷看向了齿吻 齿吻则则是画出红玉笛 凤九瞬间睁大了眼睛 道 我带了他那么久 竟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红光 这是什么原因 凤九疑惑地问着 大概是这里妖气太盛 红玉笛启动了净化能量 齿吻看着红玉笛说道 众人见红玉笛的光芒越来越亮 而洞中原本剩下的 本就微弱的幽蓝光 则一点点熄灭减少 直到消失不见 红玉笛才慢慢降下了通体的红光 少晚不禁感叹道 刚才来的路上 我还问墨渊齿吻拿的是否 就是女娲娘娘留下的红玉笛呢 看来女娲娘娘留下的法器果然厉害 竟能自己识得这妖气 且自动净化 齿吻收起红玉笛 道 走吧 众人这才匆匆离开山洞 来到了妖君的大殿 齿吻原本是想来找找 灵须那只甲的红玉笛 可来到大殿 环顾了一周 还没走到殿前 就转身招呼众神离去 凤九不解 不是要拿甲的红玉笛吗 这里没有灵须的气息 想必东西和人都不见了 齿吻边走边说 这四海八荒 如今也只有妖界 看起来依然如常 凤九看着这一幕 听着吃吻的话 不由地发了呆 脚下的脚步也停了下来 东华见自家夫人呆猛的样子 忍不住心头欲软 将凤九揽在怀里 道 呆这一切结束 秦秋会比这里还美 帝君一句话 凤九被拉回到现实中 看着眼前的这些尊神 凤九曾经一度觉得在做梦 从前上学时 古籍中讲到的尊神们 竟然有朝一日 全部出现在凤九眼前 凤九真的是用了很久的时间 才平复自己的心情 接受这现实而不是虚幻 而如今 凤九竟然跟随着这些洪荒众神 一同征战 这一次 凤九激动也忐忑 激动于从前爱慕东华帝君时 听说学到东华帝君的事迹 凤九总恨自己出生的太晚了 忐忑在于 如今东华帝君不仅仅是天地共主 更是他的夫君 滚滚的父君 而其他的人 都与自己有着割不断的关系 凤九忐忑 凤九担心这一次有什么意外 此时在东华帝君温暖的怀抱里 凤九的心情稍稍得到了缓解 凤九在东华帝君怀里轻轻地说道 说好的 不管什么时候 在哪里 做什么 都不能松开我的手 东华帝君听见凤九的话 身子稍稍僵了一下 随即恢复如常 将凤九抱得紧了些 道安 众位尊神看着帝君和凤九二人 如今已没了牙酸的情绪 反倒感叹感慨起二人的感情 历经磨难却让彼此更加真实对方 也对 没有心上之人长相厮守 这神仙又有什么可做的呢 还好 此时此刻 此情此景 身边之人正是自己的心上人 持稳看着这一幕 也是会心的一笑 带着话意 先一步离开妖界 其余众神也都纷纷跟了上来 持稳等人出了妖界 变化出一朵巨大的祥云 众人站在云朵之上 持稳稍加运功后驱动法术 换出雪破溶水 再次进行施法 瞬间 神族的四海八荒和凡世间 都下起了朦朦细雨 随着这无声细雨 凡间和四海八荒 渐渐开始冰消雪蓉 世间万物又重新展露了 自己原本的姿态 十里桃林的桃花抖掉了花瓣上的冰雪寒霜 青秋的米谷也随之走出狐狸洞 看见狐狸洞前的月兰菩提 还有琵琶树全都变回了绿色 而凡间的鸡雪橙冰也一点点在消融 众神在云端看着这一切的变化不惊心慰 不枉费他们的辛苦 众人脸上都轻松了很多 只有东华帝君和墨渊上神面色如常 看不出一丝欣喜 而吃闻也在看到冰消雪蓉之后 没有什么欣喜的表现 吃闻回想着方才幽兰洞中 红玉笛的圣光乍现 自他获得这红玉笛以来 就没有见过红玉笛自行发出如此威力 听方才凤九所言 红玉笛跟随凤九的日子 也没有自行发挥过威力 刚才在洞中到底是什么力量 竟然引得红玉笛自显神威呢 吃闻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而东华帝君和墨渊上神之所以 没有欣喜之情 也是因为刚才他们看那幽兰光 两位红红尊神一靠近那幽兰 吃光就知道 有人用了太阴真火来断萃妖力 想必四海八轰之前 被寒芒逼出的神祸 就是用来断萃这股妖力的 那么究竟是何人呢 原先两人心中还有疑惑 直到几人去了妖军的大殿 两人才确定 善用太阴真火的就是妖军灵虚 那么这妖军灵虚增强 这妖力做什么呢 东华帝君墨渊上神 不约而同地选择沉默 这件事情或许还得同吃吻 问问清楚才好 见到四海八荒恢复如常 几位尊神这才一同落地 商量一番之后 分别去了十里桃林青秋 看了看情况 随后几人再次去了 方丈仙山的金玉琉璃宫 东华帝君和墨渊上神 则是有话想要同吃吻聊一聊 诗吻也如此 其余几位更是在山洞之中 就觉察此事不仅仅是 翠寒镇如此简单的事 于是也没有多言 一同又回到了金玉琉璃宫 华翼则被安排先去凡间看看情况 再去九重天将这些事告诉天君 凡间此时 阳光为暖 冰霄雪荣 不远处的湖面上那座 湖中九四鱼鹰鸟鸟鸟 林须坐在湖中九四正对门的软榻之上 看着凡间的血一点点的消融 举起手中的酒杯 在空中一静 道 四海八荒啊 欢迎这天煞震 说完 林须抬手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文须抬手 六海荒 玉琉撒手 变了 一拷子 一拷子